一名出租车司机在雨夜被人杀害 凶手不仅拿刀捅了他整整三十七下 还将他身体的一部分切了下来 这种作案方式一看就是仇杀 因为被害人是非法英零 他的各种假名和假身份给警方的调查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好在经过不懈的努力 特殊受害者小组的两名警探终于确定了被害人的身份 而同时他们也找到了他被杀的原因 与此同时法医也发现了一条新线索 他发现被害人身上的伤不仅宽度和插入深度各不相同 还有些在锯齿边有些没有 因此法医推测出凶手是两个人 从目前调查到的线索来看 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曾被斯特凡姓 亲过病驻在纽约的五位幸存者 于是两名警探对这五个人进行了一一排查 他们先是找到一名叫丽娜的女孩 然而再见到丽娜的那一刻 两人却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作为一名女性 奥利维亚无法不对受害者共情 而作为一个执法者 她又不得不为斯特凡这种人渣身张正义 即使有万般的不愿 调查也还得继续 于是两人又找到第二个嫌疑人马塔家 他们到达的时候马塔正在公司上班 家里只有她的丈夫和孩子 可当两人看到孩子的时候 差点又再一次被震惊地说不出话 因为这个孩子一看就不是眼前这个男人的 而事实证明他们的猜测是对的 因为男人是一年半前和马塔结婚的 而这个孩子至少得有五岁了 根据时间推算 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斯特凡的 一个女人被强奸还生下了对方的孩子 这种痛苦是旁人所无法想象的 这起案子办起来还真是让人心情沉重 打起精神后 奥利维亚找到马塔 他先是让马塔把手伸出来给他看 在确认没有损坏的指教后 奥利维亚又问他周二晚上在哪 虽然马塔说自己一直在工作室工作到凌晨一点 可从他躲避的眼神和听到斯特凡被杀石的反应来看 奥利维亚几乎可以肯定斯特凡的死和他脱不了关系 在两人的谈话中 马塔提到了当年斯特凡对他做过的事 他告诉奥利维亚 自己曾被斯特凡强奸了长达三个星期 当年萨拉热窝发生暴乱后 斯特凡当上了塞尔维亚的军官 他的部队将村里的男人老人 还有七岁以上的孩子全部抢绝 而剩下的妇女则被部队里的人任意凌辱 就因为他长得漂亮 所以被斯特凡单独选中 于是在之后的23天里 他几乎每天都要遭受他的凌辱 还无时无刻不笼罩在死亡的阴影当中 听到这里 奥利维亚觉得自己的话堵在了喉咙里 他无法问出口 最后只能选择离开 虽然马塔有很大的嫌疑 但他的指甲并没缺失 所以还不能确定他就是凶手 既然作案的不止一人 那就再去找找另外三个人 看看能不能通过排除法找到凶手 通过调查 三人中的两人在案发时都不在纽约 于是他们找到了最后一名嫌疑人安亚 当他们询问安亚是否认识斯特凡的时候 安亚直接大方地承认 还说斯特凡在南斯拉夫的时候 曾用一把短饼斧杀死了他丈夫 还有他四岁的孙子 埃利特问你能告诉我周二晚上你在哪吗 安亚说我在店里 直到凌晨一点才关门 虽然安亚否认自己见过斯特凡 可他手上的伤还有脱落的指甲却无法填 为了确定马塔是否就是另外一个凶手 奥利维亚询问安亚是否认识马塔 毕料之中 安亚说他不认识 可他显然并不擅长撒谎 那一瞬间的慌乱已经出卖了他 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肯定凶手就是安亚和马塔 但目前掌握的证据却并不足以给这两人定罪 于是埃利特决定利用那个没看清他们 但他们却清楚地看见了的目击证人来骗他们招供 接下来就是将马塔和安亚逮捕了 两人先是来到马塔的公司将他逮捕 之后又带着他去了安亚的饭店 当安亚看到门外已经被抓的马塔时 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他转身拿起旁边客人的残刀 临死前他把埃利特拽到身边说出了一言 而也正是这句话改变了从来都坚持依法办事的埃利特的态度 最后安亚因抢救无效死亡 而马塔则被带回警局进行了问话 当着检察官的面马塔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他说那天我和安亚一起打车回家 必听到他的声音我就认出他来 一瞬间痛苦的记忆就涌入我的脑海 我看着安亚拿出刀刺向他的脑内 然后车就失控撞向了路边 接着我们两个都跳下车 打开了前座的车门继续往他身上刺去 那时候我脑海里除了他强暴我的画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听完马塔的供述 检察官以二级非预谋杀人罪和马塔达成了认罪协议 在法庭上他会把斯特凡战犯的身份 以及安亚自杀的事情都阐述出来 如果遇到一个好法官的话 进行了谈话 因为他知道马塔在说谎 而两名警探是在故意放水 那通打到出租车公司的电话不可能是巧合 也没人会每天随身携带一把五英寸和七英寸的刀到处溜达 然而却不止他们两个这么做 每个经手这起案子的司法人员都希望以最低的刑罚给马塔定罪 他们都默契地选择忽略马塔证词里不合理的地方 而原因也很简单 就像奥利维亚说的 这也许是作为执法人员在不影响原则的情况下最后的倔强 案子结束后奥利维亚问出了他心中一直想问的问题 她跟你说了什么 对不对 我只是想要跟我的家人